哎呦哎呦 我一如水 多一枝青花 蓝梧粉红霞 才煮回家 又有风来 买一滴桑马 一身袈裟 把相思放下 十里桃花 代价的年华 风惯的珍珠 晚清头发 谈香浮过 雨灼浓青山 空流一盏 雅色的清茶 倘若我心中的深水 你眼中都看到 我便一步一年花祈祷 怎知那浮生一片草 岁月岁人老 风月花鸟一笑成原谅 恭喜美人如法发丝梦 满升到二十几 谢谢刘欣送的两个飞机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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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风月花鸟一笑成原谅 你那边飞机捧桥跃了地 冬季下雨 你是巴黎一笑音机 你听记忆点击 到半个地球外还有个你 到相遇还没到对的时机 夏天一去 又是冬季与其意义 满杯小颗粒 苗阵转动滴滴答 小小时差滴滴答 我早茶月光洒在你头发 平行的花滴滴答 即时交叉滴答 下个路口再见 苗阵转动滴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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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滴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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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时期 就像在一起 我便服了命格的热情 你清醒为夜那鼓点钢琴 不曾相遇 未曾熟悉一声呼吸 你会在哪里 秒转转动滴滴答 小小时差滴滴答 我早茶月光色在你头发 平行的花滴滴答 今生叫茶滴滴答 下个路口再见吧 秒转转动滴滴答 小小时差滴滴答 我早茶月光色在你头发 平行的花滴滴答 今生叫茶滴滴答 下个路口再见吧 阿伦你住在哪里 你总感觉你是我的邻居 好像见过你 你不可能见过我的 因为我不出门 而且我也没有邻居 哈哈哈哈 啊 抓紧你的手 走过我的脚脚目 有没有从宿舍一直听到现在的粉丝 那没有那没有 我在宿舍的时候还没有在歪歪上那么敞开了唱歌 就是我最早以前是 等一下 我那会换眉毛的笔 我最早以前是 在歪歪上唱歌的时候呢 是学生会开会 然后大家用歪歪开会的时候 下载的 然后那个时候就 开始在歪歪上唱歌 但最早以前都没有去那种大频道唱歌 就是在那种 小频道 我印象特别深刻 那个时候歪歪最大的唱歌频道叫2080 然后那年刚好是2010年 所以我最早以前去的其实是2010那个工会 而且那个时候也不像现在有这种什么专业的设备什么的 就是笔记本电脑自带的那种 用来唱歌 然后一开始他们那种有叫什么K厅 就是有分两种 一种叫K厅 就是就是所有的游客都可以上麦的 然后轮到你的时候你就可以唱 还有一种叫歌手厅 就是你只有通过考核之后才可以在那个歌手厅唱歌 那个是要经过考核的 然后我一开始最早以前就只在那个K厅上面唱歌 因为那时候也不懂啊 就是觉得这里可以唱歌还是什么的 然后后来就是后来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在在K厅 然后K厅也分档次的 有一种是那种游客 游客就是没有任何的牌面 你就只能在那里等等等等等等 还有一种K厅也有歌手的 也是要通过考核的 然后我然后罪恶的开始 罪恶就从这里开始了 然后就是就是后来那个K厅的考核 觉得我唱歌还蛮好的 他就说他就说你可以来考核一下我们K厅的歌手 这样的话你就会拥有一个我们K厅专属的马甲 然后你是要唱歌的时候也可以插队 就是上麦的时候就可以插队 然后然后我说好吧 因为他那个麦你要等很多很多很多人排 可能有的时候一个晚上就唱得了一首很痛苦的 然后然后他说但是你要来考核我们的K厅歌手的话 你就需要有一套专业的设备 就是说你不可以用现在的这个笔记本麦唱歌 因为杂音很大 他说你就需要有什么声卡 什么麦克风什么的 然后他们这个都是一全套的 就是他们那个频道里面 还有专门就是卖声卡麦克风 然后帮你调声卡的这些人 这是一整套 他说你可以去我们频道里面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地方 买麦克风和声卡 然后我那个时候学生又没什么钱 然后我就去他们那边买了一套最便宜的什么创新 什么什么 因为我还是笔记本 还只能就是就是只能买外置的那种声卡 我还记得买了一个创新的 那个那种这么大的一个小盒子 对然后后来 然后然后我后来我就我就考了他们的那个 多少钱 我记得那个那个麦克风倒是便宜 那个麦克风好像只要两百块钱 但是那个声卡比较贵 那个声卡要五百块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生活费才一千五百块 就这两样东西已经去了我一半生活费了 然后后来 后来我就考核过了 然后 就是你用了那个声卡之后 你不是唱歌的时候就可以听到自己的声音了 就好像现在我们 我们直播的时候唱歌也是有反听的 就是耳机里可以听到自己的声音 然后那个时候有了声卡之后感觉 自己唱歌更好听了 因为耳机里面可以听到嘛 就觉得 真是好听 然后就开始膨胀了 什么叫做开始膨胀了呢 就是从一个小小的K厅歌手 开始往歌手厅发展了 然后我就要去他们那个 那个歌手厅参加考核 然后最 就是 级别最高的时候 我是那个频道的VP 就是橙色马甲 然后 后来做上VP之后 又开始不满足于 当时的现状 就是 那个年代的YY 跟现在很不一样了 现在YY已经是一个直播软件了 但那个时候其实还是以 语音为主 那个时候都没有出视频 然后只有一个 什么上卖名片 然后你要有那个上卖名片 就要有很多人给你送那个月票 那个月票是你到多少 多少等级 才可以领一张的 就是很难得 所以你如果在那种 人比较少一点的频道 比如说我在的那个2010 就没有几个人 所以你的那个月票的等级 就很难提上去 你要去那种人多的大频道 然后才会有很多的游客 来给你送月票 然后你的那个 你的那个上卖名片的等级 才能往上提 所以后来我就嫌 那个2010人太少了 然后我就开始 最早以前还没有去2080呢 80那个时候是我们 所有在歪歪上唱歌的人 心目当中的圣地 就是那个时候出来 你如果说是80的歌手 那不得了 在歪歪上也是可以横着走 我跟你们说 就是一有人说 这个人是80的歌手 那真的 不得了 所以最早以前 都还没有 还没有那个勇气去考 去考2080 然后我还记得 后来是什么 从什么时候开始 那个时候有一个频道 叫6600 6600是歪歪上 当时第一个搞 唱歌发工资的频道 就是还没有直播 还没有出视频 你只要去他们那个频道 唱歌 他就给你付工资 就是你上麦 唱一次歌 然后他就 每一首歌 就给你算多少钱 然后那个时候 我觉得 哇 还有这么好的事情 唱歌 还给钱 然后后来 后来这个频道 是怎么回事呢 实际上是有一个 现实里的 类似不知道是音乐公司 还是什么 他们其实是想通过 一个这样的频道 然后在歪歪上来筛选一些 可能比较有潜力的歌手之类的 他们那个也要考核的 很严格 然后就是比如说他们筛选出来 有他们觉得比较合适的歌手 可能就会去线下 然后会去类似就是 就是让你去试音啊之类的 然后可能会去让你 就比如说签了你之后 然后让你去参加一些音乐比赛之类的 因为那个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还是有一些 类似那种选秀活动之类的那种 所以实际上他们这个频道 背后是有一个 类似音乐公司是在 是在支持的 但是那个时候 我又不知道 我也没想那么多 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在外面上唱歌 还能赚钱 是件很不错的事情 那个时候唱一首歌 好像是给 他分那个 就是你的那个 上卖名片的颜色 就上卖名片的级别越高 然后 你唱一首歌 给的钱就越多 我记得好像 最高的一首歌 给200块钱 就是你上卖名片 等级最高的那种 会给200块钱 然后后来 后来我真的有去线下试音过 是因为 那个时候我 在外卖上唱歌的时候 唱爵士乐比较多 然后那时候他们刚好 要录一张那种绝世的翻唱专辑 然后就让我去线下试音 然后后来就跟我说 要签合同什么的 然后我那个时候也 一是我本身也没有什么明星梦了 二是也比较胆小 就一涉及到 要什么签合同啊 这一类的这种事情 然后我就开始打退堂鼓了 然后后来就 也就没有在那边 在唱歌 然后后来就去2080了 基本上 一个 最恶的开始 就是这样 所以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我实际上没有 没有很频繁的 在网上唱歌 一直到 后来 觉得 觉得唱歌这个事情 可以变现 就是可以通过这个东西来赚钱 然后后来 因为在宿舍的时候住会吵到室友们 然后就才搬出去 然后又直播呀 什么的这种 感谢观看 室友 室友不会嫉妒吗 室友有什么好嫉妒的 室友少个人 好像也没什么 而且那个时候本来就觉得 这个事情也不是很好意思 去跟 去跟很多人说了 就说我在网上唱歌 什么的就不觉得很尴尬了 哎呀我在网上唱歌 我有好多粉丝 有好多人听我唱歌 不行啊 说出去感觉也很 因为我们学校是 就是 本身 本身还是学术氛围还可以的 所以大家并不会因为这种事情 而觉得哇你这个人很厉害 如果说 你比如说 啊怎么样我 就是我考到了什么什么什么公司 或者什么考到了什么什么什么 学校的学校的研究生保研啊什么的 或者说 因为我们学校很多毕业出来去 考公务员去外交部的 啊我考到了外交部的什么的 就可能这种可能大家会觉得 哇好厉害或者什么的 你说我在网上唱歌有很多人听我唱歌 我有很多粉丝 我就说哦 哦 贼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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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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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发现你到了 该成家的年纪 但你的女人呢 但你的女人呢 当我习惯把诗话 都变成了童话 那我的单纯呢 那我的单纯呢 这个年纪我已不再讲究 有些事情无法强求 该来的总会来 该走的也无法挽留 青春暖暖从身边流走 我开始变得坏酒 喝光了这杯酒 酒再也无法回头 这个年纪的我们 爱情跟不上分开的节奏 这个年纪的我们 更珍惜难得的自由 这个年纪的我们 比起从前更容易感动 这个年纪的我们 徘徊在理想与现实之中 十年之纪 现在已经五年了 你这个十年之纪 也太敷衍了吧 你又不是天天在直播间的那种 你这半年才来看一次 你还好意思跟我讲十年之纪 这个年纪我已不再讲究 有些事情无法强求 该来的总会来 该走的也无法挽留 青春慢慢从身边流走 我开始变得坏酒 喝光了这杯酒 酒再也无法回头 这个年纪的我们 爱情跟不上分开的节奏 这个年纪的我们 想更珍惜难得的自由 这个年纪的我们 比起从前更容易感动 这个年纪的我们 徘徊在理想与现实之中 不知不觉 孤独不再可扯了 不知不觉 把把的情绪变得脆弱了 不知不觉 一把柴米油盐 也成为压力了 不知不觉 我们也开始懂事了 演唱 李宗盛 李宗盛 唱 李宗盛 Lan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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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Ray送的两个火箭 我准备看到一条弹幕上锁了 十年之缘 第一年看一眼 第十年再来看一眼 第十年再来看一眼